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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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集六位青少年領袖就和英國義工合作舉辦社區服務 雖然未能夠依足原定計劃進行活動 不過他們沒有因為小小挫折而氣餒 還學會怎樣處理突發事件 之後香港賽物會就安排了另一場的社區服務 給他們盡展所長 這次服務青少年領就會去到一間專門培育年輕球員的球會 Retro Moss Ranger Football Club進行服務 但是這次的服務 比起以往的服務難度就大很多了 因為他們需要在沒有任何幫助之下 全權負責其中一節的訓練 他們需要面對的不單是來參加訓練的小朋友 還有家長和教練的期望 Retro Moss Ranger首先安排青少年領袖 就以助教的身份參與一節的訓練 讓他們熟習球會的訓練模式 為接下來的服務做好準備 那天就做助教 最初就看到球員對足球的興奮 還有主教練Dave都跟我們說過 應該是要給小朋友多一點自由的發揮 多一點讓遊戲在裡面玩 之後我們在曼聯的Apollo Bridge 就準備一些不同的Warm up 不同的遊戲去給小朋友去做 我就預備了兩個遊戲去給小朋友 一個是撞死的訓練 另一個是我們叫一些顏色 然後他們會傳球到顏色 我看到他們對幾個遊戲都玩得很開心 很投入 從小朋友的反應就知道 他們都很享受青少年領袖 精心安排的訓練 其實不單是小朋友享受其中 六位青少年領袖 在這次自己主宅的訓練裡面 都覺得非常滿足 他們的反應都給我驚喜 因為這裡的小朋友 我們每個遊戲都很開心 甚至乎有時候我們說些什麼 他們都會有回應我們 很享受在裡面 最後會跟我們一起拍照 說謝謝 這些都是我覺得小朋友很享受在我們 如果小朋友享受在我們 教育的過程中 我們都很開心 而且很驚喜 香港財物會安排青少年領袖 做過這麼多次的社群服務 除了鍛鍊他們的組織和社歌能力之外 也希望每一位青少年能夠在活動裡面 筆度啟發 而這次是Vetion Mall Ranger的服務 也不例外 我覺得那些家長的反應很特別 因為在香港可能是小朋友自己來自己走 但是我看到的是這裡的家長 都很支持自己的小朋友參與足球 他們會在場邊看 有時拍手仗 甚至歡呼 這些我覺得都會給到小朋友很多支持 小朋友如果真的喜歡足球 或者覺得足球是將來的職業 我覺得家長很少支持他們 不僅是他們的教練 或是身邊的朋友 家長也對於小朋友承認很重要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最特別 另外難忘的就是 我覺得這裡的教練也很好 主動過來跟他們說 我們有甚麼要特別改善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來到這個訓練中心 就是這個訓練中心 我都無論是小朋友 或者是家長 或者是教練身上都學到很多東西 活動的尾聲 Fletcher Moss Rangers的教練 學員和家長 為六位青少年領袖 鬆想熱烈的掌聲 他們得到的 不僅是一次的服務經驗 還有大家對他們的肯定 這一天青少年領袖和英國義工 就接受萬聯基金會發出的挑戰 在萬智斯特進行城市頂鄉 這個City Tracing的活動 其實主要就是 我們就由一開始出發 就搭那個萬智斯特的輕鐵 就出去市中心 這個City Tracing就是 它一些萬智斯特 可能有很深厚的歷史價值的 一些建築物 例如萬智斯特大教堂 或者一些畫廊等等 就進去這些當地的地標 去做一些特別的任務 這些任務可能是環繞在 譬如找一下這種歷史建築的背景 就是它為何會有這種建築的出現 或者是一些雕塑裡面 有些甚麼文字類似 就是類似之類 主要都可以令我認識到 萬智斯特這方面的文化 和歷史的背景 就是更加深入了解到 萬智斯特這個地方 不僅只是足球的文化 還有很…很悠久的歷史 最後兩地的青少年都 順利完成任務 到終點舉行一次的聚餐 雖然他們只是相識了短短幾天 但已經建立出一段深厚的友誼 他們旅程完結只剩下兩天 青少年領袖臨別秋波之節 就向導師和義工送上紀念品 希望大家都記得這段短三 和珍貴的友誼 下一集青少年領袖 將會再度造訪卡林頓基地 接受培訓 而且還有機會踏足奧脫福球場的草地 為他們留下難忘的回憶 下一集我們繼續觸動潛能